早上好 我是敏河 欢迎收看今天11月14号的百个晨报 新闻一开始带你关注 昨天晚上大约7点02分 发生在纽西兰基督城7点8级地震的灾情 地震发生7个小时后 纽西兰总理约翰基证实已经有两人丧命 但是罹难人数不排除还会继续攀升 从刚才播放的画面可以清楚听见 当地响起了海啸警报声 由于地震发生地点是在纽西兰南岛 因此整个东海岸都有海啸警报 纽西兰最近一次发生严重的地震是在2011年 当时的死亡人数高达185人 接着让我们来看其他头版新闻 新海家时报头版告诉读者 不要忘了今天晚上9点52分要抬头看月亮 因为这是21世纪以来月球最接近地球的一次满月 看起来会比平时大14%量30%的超级月亮 同时也意味着大涨潮 气象局预测 大涨潮将在11月14号到17号 侵袭马来半岛的西海岸 可能造成多个地方水灾 不过东海岸的灾情并不大 只会出现海平面比平常高 新洲日报刊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在15号来马之前的独家专访内容 其中报道指出 大马华人人口不到总人口的三成 如何跟各族相处时 马英九认为 华人文化对整个团体是加分的效果 不是强迫其他族群要跟着走 是团结和善良的力量 不是分裂和邪恶的 虽然道理很简单 但是在关键时刻就变得非常重要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 近什么5.0大集会进入倒数阶段 昨天在安邦坊的造势活动 红衣人领袖加玛再次率领上百名红衣人 财场闹事 让场面是一度失控 加玛更在混乱中被拔到 鼻子出血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失控的加玛是不断大喊 警察打我 甚至想要跟警方对质 完全无视警方公权力 不过根据媒体报道 加玛事后怒气冲冲的告诉记者 是公正党安邦的国会议员 祖莱达指使支持者殴打他 还说他会以血还血 把他们剁碎 对此祖莱达否认 并且表示事发时 他跟近什么的支持者 都已经离开安邦坊 根本不在现场 而警方在冲突中 也逮捕了三名红衣人 到底是谁殴打加玛 这个问题好像连加玛 他本人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事后他又在脸书上载 报案书的照片 改口称殴打他的人 是穿着Bersey衣服的人 更是下站铁说会以血还血 11月19号的竞选盟5.0大集会见 算一算再过五天 就是竞选盟5.0大集会了 尽管竞选盟2.0主席 玛利亚成是一再强调 这是一场和平的集会 不过却遭到红衣人领袖 加玛的百般阻挠 加玛向媒体表示 他将会用尽一切办法 来阻止集会的举行 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在乎 对他来说安全问题是其次 首要目标是要阻止集会的举行 加玛甚至隔空 向已经公开促请红黄双方 维持集会和平的 乌卿团长凯里放话 说他不认同凯里的说法 并且要跟竞选盟对抗到底 至于警方方面 则希望红黄双方取消集会 并且表示警方已经全面戒备 面对来临的5.0大集会 而最坏的情况将会是 出动催泪弹跟水炮车 以进行逮捕行动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